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怎样增加绿卡批准机会 那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还是2022年底 还没有到2023年 但是我们像《非诚勿扰》电视节目一样 我们提前录制一下 另外2023年很快也要到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当前的工作签证 与绿卡的形式 以及讨论一下怎样增加绿卡批准的机会 那最近大家可能听说 因为总体经济形势周期等等的原因 一些IT的大厂大的公司 有layoff的情况 比如说Facebook, Meta 前一段有1万多人 更早有Twitter也影响到几千人 然后最近有Amazon 据说也要有1万人layoff 那么其他一些公司 比如说Google或者Microsoft等等 也有这方面的传闻 那总体来说 我们知道一个 那当然如果说拿工作签证 在美国工作的人遇到这种情况 那他就需要尽快找其他的办法 这个网上也有一些文章 我们最近在美国攻略网站 也有我们写的文章 来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建议 大家可以参考 当然了如果说有新的工作机会 可以办新的H1B 或者如果有大学研究机构的机会 那么可以办不用抽签的H1B或者O1 或者可以重返学校 如果说用F签证 美国总体来说签证政策 对留学生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工作期间可以在校内 在上学期间可以在校内工作 也可以用CPT在校外工作 毕业以后可以有较长时间的OPT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 除了工作签证以外 像这些大的公司出现Layoff以后 他们很多时候就不能够再给员工办Perm申请了 已经在办的Perm也很可能会被拒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高薪工作和旅卡申请 有时候不容易兼得 那么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失去了工作身份 或者说旅卡办到中间停止了 但是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到期了 那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总体来说 不论雇主支持的Perm绿卡以外 那你还可以办理自己申请的EB1 NIW的绿卡 如果你已经在上学了 对吧 或者说还没有毕业 或者说重返了学校 那也可以考虑呢 即使不读博士学位 那么读硕士 你也可以考虑有一些研究项目 发表的论文 比如说计算机专业 那么很多时候呢 发表的不是期刊论文 发表的是会议论文 conference paper 对吧 这些也算数 然后这个周期也比较快 那么如果你有一些研究工作 创新 那从这方面呢 那就有可能符合EB1和NIW的要求 尤其是NIW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我自己呢 就是在博士毕业前提交的NIW申请 然后取得批准的 那个时候呢 只有本科的学位 所以也是可以的 所以总体来说呢 如果说因为就业形势的变化 那么有的申请人 或者在美国的留学生 可能要延期要晚一些时间毕业 因为毕业以后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或者说如果要重返校园 那么反正你也在学习 那么这一方面呢 可以考虑积累机会 然后呢取得更多的论文 引用等等客观证据 可以用来办理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NIW的申请 除此以外呢 我们知道有不用排期的EB5 最近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吧 然后呢 还有的人呢 说有这个Unskilled Walker 等等这些 这个呢 我们不好影响到 其他的同行的财路 就不多评论了 但是呢 总体来说呢 我们主要办的比较多的呢 是EB1和NIW的申请 而且我们认为呢 这些应该相对来说 是比较省时省力 然后也比较靠谱的一些办法 可以考虑自己申请 有一些人呢 惰性吧 或者说呢 有这个拖延症 或者说有这个要离开舒适区嘛 到这个未知领域 总是有各种担心的 这个情况 有的人觉得说 哎呀 这个美国绿卡不好办啊 对吧 要是好办 那别人不都早办了 对吧 为什么会等到有我来办 然后或者有的人觉得说 哎呀 听说呀 这个到美国工作签证 很难办下来啊 等等 这些怎么说呢 有的你不能说 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这个呢 一定程度上将盲人摸象 或者说小马过河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是吧 有的事情呢 如果你不去试一下 那你至少应该去多了解一下 不能人云亦云 对吧 有的时候 这个我们知道 现在也存在各种 urban legend的各种传说 有的说 哎呀 美国的救护车可贵了 你要叫一次就都破产了 有的人生病了 也不敢叫救护车 对吧 然后或者说各种别的事情 或者有的人说 哎呀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枪战是不是很厉害啊 到美国是不是要带一个防弹背心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种都是实际的 有的人这个严肃认真的在问 或者在准备的 那但是一定程度上呢 我们只能说 这个小马过河 对吧 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体验 那这方面呢 需要坚挺则鸣 多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那回到刚才的主题 讲到怎样增加这个绿卡批准的机会 那如果你有这个专业的资质 贡献成果啊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评估啊 那有的人说 我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但是我没有这些材料 那怎么办 那这个我们可以讨论啊 比如说如果有推荐信 有媒体报道 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可以积累的证据 那也有可能啊 那有的人说 我想办美国绿卡 但是现在不符合条件 那怎么办 这个此前我们也提供过建议 如果你现在比较年轻啊 比如说我现在35岁 在中国已经是毕业啊 就是说那个离开职场的时间了 就可能说不好再做技术工作了 如果做不了管理工作 就要改去开滴滴了啊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在美国没有年龄限制 对吧 那你这个程序员 你也可以做到50岁60岁 没有关系啊 那如果说你自己 现在年龄还不太大啊 觉得说我可以学习新的东西 然后呢 可以换一个环境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认为你自己呢 要么你可以直接办美国绿卡 或者如果还不符合条件 你可以办留学 对吧 那么你取得了美国的学生身份以后 过后呢 还可以再办工作签证 以及雇主支持的绿卡 一般来说 如果你人已经在美国 可以直接参加interview 然后呢 也可以联系本地的更多的公司雇主 这样呢 会对于找到合适的工作 事业发展 有很多的帮助 如果说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啊 如果你已经像我这样年龄 或者更大一点 如果说孩子呢 已经在上中学啊 然后呢 或者在上大学 那么这样呢 那你可以考虑 先送孩子到美国来留学 同样的这个钱呢 如果说办葡萄牙啊 我们认为或者马尔他 或者瓦努阿图的移民 我们认为呢 可能说到美国留学会更好一些 就一样呢 这个要看个人你这个追求 目标啊 这个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那大家移民呢 因为目标也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那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律所呢 有很多客户 他已经有加拿大移民 或者加拿大国籍了 他要再办TN签证 然后再要到美国来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工作机会更多 事业发展高薪这个职位啊 更多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 那你的移民本身 我们此前提到过 是手段不是目的啊 有的人说 我美国移民不好办 我先办一个新西兰移民 这个也可以 但是新西兰最缺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厨师导游 总共只有400多万人口 还没有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口多 对吧 那么相应的呢 就业市场可能也不够多 对吧 当然如果你已经说 我有很多的钱我是要到各处去享受生活养老 那当然你到哪里都很好 对吧 但是大多数人呢 如果是工信阶层 如果想到还有事业发展 从这方面来说呢 那么这个办理美国移民 即使呢 说需要的时间长一些 要准备多一些 可能也是值得的 因为有的人说我先办其他国家作为跳板 我到时候再跳到美国 这个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青春意识啊 是吧 这有的时候 你在这个其他国家待很多年呢 这个曲线的这样的 那你不如现在直接到美国来生活 那你直接留学 即使这个一开始还没有绿卡 马照跑舞照跳 对吧 那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一样能够有这个学习工作就业生活 在将来能够达到绿卡 那么提前做好规划 做好准备就可以 当然这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啊 总体来说呢 就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的建议是 一个呢 那你这个临缘献余不如退而结往 那你需要考虑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呢 你可以总结自己的情况 我们可以提供评估 有的东西呢 有一些证据 比如说审稿等等 也可以在短期内积累啊 有的文章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有的时候除了原创文章 你也可以有综述文章 或者有的像媒体报道 有的其他一些 这个推荐信等等证据呢 也不见得要很长时间 就可以积累 就可以获得 那么如果你符合条件 还是可以考虑尝试 我们认为这个对个人和家庭 可能也都更好一些 如果说我现在还不符合条件呢 那么你可以照一下镜子 看一下自己的年龄 如果还比较年轻 那么可以自己考虑办留学 就行了 如果说年纪已经大一些 但是孩子还比较年轻 那可以考虑呢 先送孩子到美国留学 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 在过去一年里呢 从中国新到美国的留学生数量 现在也已经基本恢复到 疫情以前的数量 那么留学签证呢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拿到的 在中国也比较容易办护照 比较容易出境 不至于会被劝反 每一年还有新有 将近十万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 那十万的数字听起来不少 但另一方面呢 中国新毕业的大学生 今年呢 都是上千万的规模 数量很多 那么总体来说嘛 这个人各有志 但是呢 如果你有移民美国的意向 对吧 那么你可以把自己变成 ready able and willing 像这样的这种潜在的 来自中国的移民 那可以相应的来准备 更多的信息 可以参考我们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怎样增加取得美国率侃的机会 好 谢谢